那在表演的部分 大家覺得你在詮釋不同時代的女性 就是非常地真 你是怎麼去抓這樣的FU 閱讀真的幫助很多吧 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文字 不管是小說散文 就算我平常不是在演戲 我也透過閱讀 一直在腦中有各式各樣的小劇場 或是重回到文字裡面的某一個時代 所以當我遇到某一個時代的角色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有閱讀的習慣 或是收到角色以後 也會再去找那方面相關的東西 所以其實閱讀是一個 很好穿越時空的方式 然後不管你有沒有演戲 你的腦子都不會停下來 因為文字會一直帶給你畫面 跟一個新的時空 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我蠻適合被找去演時代劇的 那也有可能是 閱讀有幫我加強了這部分的 可能對那個時代的理解 或是對那個時代的想像 所以你的生活上其實有常常在穿越 真的是翻開一本書就穿越啦 因為我覺得書中的世界有時候是非常立體的 就是很多創作者 世界各地的創作者 你其實透過閱讀 你仿佛也來到他的所處的地方 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 那尤其是疫情不能到處去的時候 我覺得翻開一本書就是一場旅行 所以就是當你的時間有限 其實我一直覺得翻開一本書是CP值很高的事情 來吧 我一會兒 我來小陽